L好奇心俱樂部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L好奇心俱樂部 我是徐光漢 我最好奇為什麼人類 會生存在這個地圖上 今天 我要用ASM的方式 用手來跟大家探索一些聲音 我們來探索一下 這些難打開的東西 究竟是什麼聲音 最基本的美酒開始好了 好來囉 你們也聽聽看平常開罐子的聲音好了 感覺蠻好吃的 感覺蠻好吃的 新的東西 比方說炸萌啊 我的是重用 我也會想要挑戰看看 我也會想要 看一下那個是什麼味道 你無法想像 吃個花生啊 好不好 欸花生是這樣播嗎 管他的 我曾經對 演習這個事情很好奇 然後 我就慢慢上演了 這個是真的 這個是Google Map的聲音 有說進去嗎 誰 錢我一千塊 因為我一開始其實 沒有想過自己要走演戲這個行業 但就是因為 第一次的戲劇經驗 讓我覺得 哇 對這個東西 充滿了無限的想像 然後之後就 踏進這個行業 然後就越來越上映 這個是蝦子打麥克風的聲音 接下來幾個奶油吧 這個是我嘴巴的聲音 這個動作 我被搞笑 跳整個 這個聲音 太綿妙了吧 我一直對什麼東西很好奇 但還沒搞通他 可能是表演吧 對啊 我到現在也還沒有完全搞通他 都還在 努力學習當中 先來開這個吧 這個太可愛了 不太會用欸 ok 覺得有好奇心 可以讓一個人無所畏懼 這個 蠻可怕的 就是會做一些殯葬 你可能 意想不到的事 只是因為好奇 哇 我 不失敗了 啊 不失敗了 這個被罵慘喔 對媽媽的錢包 小時候連用錢比較少 就會偷看我媽媽的錢包 然後就被打 這個真的蠻難的 蠻好吃的 我會買 我好像 怎麼這麼多久 對不安全感的定義 應該就是 有時候可能沒自信吧 我自己覺得 要來囉 來挑戰一個困難度最高的 太難為我了嗎 好可怕 好可怕 哇 哇 哇 好可怕 每次心裡的人 做很多事情 其實都會 比較有一點微微縮縮的 你覺得有很多 不安的影子在你的心裡 然後覺得成神 沒有安全感 所以我覺得 大家 要多認識自己 喜歡自己 相信自己 這樣 你的自信心 就會大增 我覺得要踏出舒適圈 首先一定要 讓 有自信心 都是有自信心 有安全感 身心靈 舒服的 狀態下 踏出 你屬於你的舒適圈的話 那才是對自己的一個突破 享受這種感覺 難幫 博然這麼多東西 要好好呵護一下自己的手 所以要 好好的 擦一下 護手霜 要讓你的手 不那麼乾燥 我們要進行一個 錯肉的動作 這樣子的話 手不乾淨 你的 心情才會乾淨 才會開心 除了護手霜 這些還不夠的話 可以用 這個什麼 手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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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什麼小摸子 就來大家示範到這邊 看 它不僅可以 保護到手 還可以像吸盤膜一樣可來 你看 來 回到整體 如果 你對 很多事情 很無感的話 那 那就放棄自己的人生吧 不是 跳脫舒適圈 建立起自信 會讓你有更多的好奇心 勇敢的往外 去闖 今天 適合這麼多的聲音 大家對 我的表演 還滿意嗎 好 不滿意也沒辦法了 好 好啦 如果下一回 還有什麼 對什麼聲音 有好奇心的 可以儘管來找我 好嗎 我在L 好奇心覺得不等你喔 我在L好奇心 我在L 好奇心覺得不等你 儘管跟我說 好嗎 下回見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 好的 owitz 我們以後 在聖 esempio 發訊班 多読 五ern 至於 中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